之前就在桃園一处高级婚宴会馆内 当时有一名女子疑似是假装亲友混到里头吃饭 结果被逮之后这名女子不是选择离开 而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咆哮 我们先来带您看一段当时情况 那么可以看到这名身穿蓝色套装的女子 被人发现后竟然恼羞承诺 不断对着婚礼招待以及这个主持人大声来标骂 而过没有多久脸上还带着这个诡异的笑容 不管怎么样这名女子就是不肯离开现场 而更夸张的是这名女子一听到说要报警 还竟然拿起桌上的东西开始来猛摔 完全不受控制 最后还甚至拿走送给宾客的礼盒 火速离开现场 而初不了解这名女子根本就回答不出来 认识婚宴的哪一方 疑似想要白吃白喝会场所准备的高级料理 而最后警方还没抵达现场 这名女子就已经离开 也让现场所有的婚礼嘉宾全都看傻眼